文文 從小有被講過什麼 你情人什麼人嗎 我覺得我媽媽比較不會 但是我覺得就是重男情侶的家庭 有時候你聽到那個話 其實會很刺傷 對 我其實比較常聽媽媽會講 就是說他 maybe想要 想要瘋了你 可是他用的方法不對 他就說 真的 意思是說 豬不大 大要搞的 類似這樣就是 你如果是男生多好 其實這句話是很受傷 那代表就是說 你女兒 你就嫁妻 你就沒辦法的意思 你為什麼不是男生 好 這個是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 我正曾崔斌老師講的 因為我家裡以前 其實我媽媽的教育方式 也是用講的 然後我也是就是他不聽你解釋 但是他不抓你頭髮來拖著走 沒有 可是他是用 這樣講好了 因為小孩太多 我家是小孩太多 他是變成就是說 用一種壓迫性的教育方式 比如說他都自己幫你打頭髒 女孩子 小女生想要當公主 然後你如果每次說 要把他打頭髒 我就開始會長久 會靠 然後不想 因為他剪得不好看 對 我也覺得不好看 因為班上的同學 都是很漂亮 然後都是綁辮子 我也想 可是他不會跟你講 像現在的家長 比較會跟小孩溝通說 沒有辦法 媽媽因為太忙了 所以你剪短好不好 沒有這個過程 你如果他如果發現 你剪短 我跟你說 本來到耳下一公分 馬上變耳上一公分 讓你剪短 所以他就是 我老實講 他讓你方便管理 剪短短你有沒有哭 哭嘛 有一張照片 我看中午可能 你剛下課 哪吃麵哪在哭 你知道嗎 還在哭 就是很丟臉很丟臉 可是這個真的 就像崔芬老師講的 你會怕 你下次他說 來打頭髒 你就乖乖的 你也不敢哭 你也不敢有任何表情 你就任憑他處置 可是那個心理的感受是 真的你長大 真的就像家瑋講的 很沒有自信 你都覺得自己 矮人家一劫 就很自然的 然後你覺得自己很糟糕 然後就是會 我覺得在人生的路上 感情的路上都一樣 然後我覺得 我簡單地講 因為家瑋是主角 應該是講說 後來我發現 我跟我母親的感情 因為後來我當然是 越來越大 有自己的工作歷練 情感歷練 家庭歷練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體諒他 但是我覺得很難受的是 我們之間的那個 我很羨慕別人的 母女的感情是 可以喝下午茶 聊天 促膝長談 甚至可以去逛街 然後一起試衣服 一起去旅行 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那個是 真的就是很陌生 旅行又睡同樣的 可以整個門開槓 沒有 就是也可以睡一起 可是就是沒有那種溫暖 就是沒有那種 破開心 破開心肝 可以講一些知己的話 比較難 是 那這個 爸爸有互善兩會給媽媽嗎 沒有 我媽媽是說 當初那個法院是判給我媽媽 然後我媽媽每個月有六到八千的散陽費 但我爸爸那邊的說法是 今年我才剛更新 我奶奶跟我說 其實當初是判給了我爸爸 是我媽媽那時候喜歡簽那種 就是那個叫什麼 大家樂嗎 什麼就是有一顆球 一顆球啊 幾號幾號幾號 他就喜歡玩那個 然後跟我爸爸要求說 那我女兒給你 可是你要給我五十萬 我爸爸就也堅持 就是不想要付這五十萬 所以我媽媽就索性 把我就是藏起來 五十萬 就是讓我爸爸 跟我奶奶都找不到 所以你的價值得五十萬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就 我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奶奶 人家是價值得五十萬 我奶奶還語重心 常都跟我說 五十萬不錯 這可不是這樣說的嗎 我發現那個虐童背後 通常都是夫妻關係都不好 對 都是那個就是 孩子是那個夫妻關係的 那個工具 氣象圖 如果夫妻關係不好 你就會發現 氣都會出在孩子身上 所以你如果看到虐童的背後 我常常看到很多夫妻關係 其實是很緊張 很惡劣 然後把所有的氣 一看到你就想要你爸爸 然後就把氣全部都出在他身上 所以我覺得夫妻關係 還是滿重要的 非常有道理 你看 本來 以前媽媽的說話 是說爸爸本來要給你 一個月給他六千還是八千 對不對 他就沒拿到就八千 爸爸如果出五十萬 他就給你了 意思是你說你是脫油瓶 然後每次看到你就會想要 沒給我錢 對 我還要養你 就開始一直氣 就會越來越多那樣 我又長得比較像 就臉型比較像爸爸 因為爸爸是長的 我媽媽是圓的 然後我鼻子是像我爸就很尖 然後因為我媽媽鼻子很小 我那時候還想說 超好笑的 我之前想說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整心 把我的鼻子縮小一點 這樣子會讓媽媽比較不生氣嗎 我就那時候有這種想法 想說我是不是應該 把我自己整得不像爸爸 他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媽媽對待妳的方式 老實講我聽起來是很粗暴 他把一個自己青春的孩子 這樣頭上這樣拖著 這樣拖到裡面去損 這麼粗暴是什麼樣的環境下 出生跟長大 妳媽媽 我媽媽就是外婆家 我的印象中 她外婆家就是那種 很在鳳山那個地方 然後也就是 也是算淳樸 可是小時候家裡 就是可能有麻袋 就舅舅就進行麻袋 那種麻袋是電動玩具 電動玩具 賭博性的嗎 賭博性電動玩具 麻袋就像小瑪莉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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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婆旁邊就是有一個地方 她就是你知道 給粗啊那種上面又有夾蓋 鐵皮 然後她就是一邊 上面是睡覺的嘛 這邊又有很多阿姨在那邊 阿姨 她就好像就是有接一個場所 讓人家去做做生意 就像那個萬華地點那種 還有旁邊是地點就對了 我的印象中是這幾個在尾聲 對啊 啊妳有看到嗎 有 我就小時候就常看到 阿姨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裡面小房間 我也去偷偷看過 然後呢看到什麼 都是那種一間 只有一個人這樣躺著 然後平的硬的 油壓的 然後那個燈就黃黃暗暗的這樣子 然後小姐只要阿姨吧 應該說 講錯了 應該說阿姨 但是我都會叫姐姐 我就看到姐姐說 嗨妳姐姐 就這樣走過去 她就過去跟我奶奶 就是算錢 然後看要給多少這樣子 所以妳的阿嬤 在那裡抽就對了 哪有客人就抽這樣就對了 但我不曉得她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做這樣的生意 我的印象中長大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舅舅他們 因為以前他們可能 就是都也喜歡 刺頭 刺頭 然後又牽牌 所以就會看到很多大哥們 就年紀也比較大的 然後常常也會來喝茶或幹嘛 但有時候他們可能也就很容易 你知道那種腿 就很容易吵起來 然後就像看他們那邊 車幹力吵 有一次我還看到 就是他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就只是一言不合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大所 就是以前那種U型所很流行 有啊 有大所 很大一些 打那個面前這樣爆血 我想說 有需要到爆血嗎 對啊 所以我以前就這樣 那大所的腳就對了 對啊 反正都很不一樣 然後我回家如果講國語 也會被我外婆打 他們一家人都是喜歡用打來 來解決事情 就是我只要一講台語 他們就打 講國語 要不要講國語 我只要講國語 他就直接 那也很奇怪 你們早上都說台語了 對啊 他說 有人會說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台灣人 大家說台灣話 你再跟我說國語 你再試試試看 對啊 好啦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 都要學啦 台語也要 國語也要 英語也要啊 對啊 對 那個跟那個 沒有關係啦 呀呀呀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